皆进入密室环节 密室中 燕女士再次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燕女士指出 丈夫没有边界感 在日常生活中 不管大事小事 丈夫都以大哥为先 现在已经影响到了孩子 这是她无法再忍受的事情 而另一边 陈先生对妻子也有不满 他认为妻子非常排斥大哥 就连一起吃顿饭 妻子都不情愿 三十晚上 大家在一起吃饭 到了厨医 把饭做好 叫我老婆去吃 他就不去了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 肯定就是有委屈 应该是 比如说你和你哥哥 这种关系的相处上 你没有尊重他 所以他会觉得 你和你哥哥是一条心 他反而是外人 对 就不要搞在一起 该适当的距离 我们要有距离 大哥还是我们的大哥 但是我们的地方 我们的房子 我们需要有一个私密的空间 这个要求不过分 该有的边界 该有的这种界限 我们还是要有 观察员吴静 希望陈先生 能够理解妻子 排斥大哥的背后原因 他建议陈先生 和自己的原生家庭 保持适当的距离 此时的密室中 观察员李小云 也希望燕女士 能够去理解丈夫 为什么会如此维护大哥 其实你老公 他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 他其实觉得就是 他大哥如果有困难 有需要的时候 他作为兄弟 他是有义务去伸手 拉他大哥一把的 他其实也知道 就是有一些邦 是超过了边界和底线的 但是他又下不了 这个狠心 他就不是那种很利索 或者很决断的人 那么你要求他 突然一下变成一个 很利索很决断的人 其实这也是不现实的 不要去逼他 你老公这样的人 你越逼他 他会觉得你的心 跟他隔得越远 他跟他隔得越近 那这不是跟你的想法 背道而驰了吗 李小云建议燕女士 给丈夫一点时间 慢慢调整 逐步建立边界感 急于求成 容易适得其反 燕女士表示认同 但是燕女士 对今后和大哥的相处 还是有所顾虑 因此她对丈夫 提出了一个要求 只有在我老公去沟通 我沟通的话 真的会产生 跟他干嘛 好 燕女士要求 如果今后遇到问题 丈夫必须主动出面解决 对此观察员吴静 跟陈先生 进行了一番深入交流 你要在中间去做一个表态 你你在中间去沟通 可能会更好 因为他是你大哥 所以你说什么 大哥都不会放在心上 对吧 要不然的话 永远都是你老婆 冲在前面说 我不让我大哥过来 到我们家住什么什么的 这个反而不好 你大哥对你也有意见 你老婆对你有意见 你是最难过的 所以你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要主动一点 你要听一听她的建议 要及时去沟通 永远缩在家里的一个角落 解决不了问题 该出面我们就出面 该担当我们就带当 陈先生愿意去尝试调整 对于如何处理小家庭 和大家庭之间的关系 他也有了新的认知 那么密室结束之后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他就没救出 他就要求他们 是 returned 他就离开了 不处 他就要吃 感谢观看